讲必为原名蒋唐真 1898年4月9日出生于江苏宜京 父亲蒋梅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士 少女蒋唐真从小就跟着父亲读书写字 十足的大家归宿 少言寡语但心思面接 还有一双迷人的眼睛 我十三岁的时候呢 由父母之命定了一份亲事 是我的一位唐姐说的美 把我嫁到苏州的渣家 这是我一生中的大事 可是当时我什么都不懂 蒋唐真长到十六七岁时懂事了 渐渐不满父母安排的这桩婚事 可柔弱的她又不知如何反抗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才对了她改变命运的结果 有一天 她到我家里去拜访我的伯父 坐在大厅里说话 我听说这位文明已久的大人物来了 一时好奇就借故走到大厅里看了她一眼 但是我当时对她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徐悲鸿从小跟随父亲学习画画 才华出众 蒋唐真的父亲对徐悲鸿的才学十分赏 是其中的 此后常要徐悲鸿到家里做客 徐先生这时候闯进了我的家庭 她来给我新奇的感觉 另外的喜悦 我觉得她非常有吸引力 菲鸿这个人啊很开朗 又有才华 蒋家人特别喜欢她 经常说啊 如果还有一个女儿就好 特别希望她做他们的女儿 蒋家父母的话 让少女怀春的蒋唐真十分心动 可惜的是她已经徐悲了人家 而且婚期将近 这让她十分难过 此时的徐悲鸿正计划着出国留学 她见到蒋唐真如此痛苦 加上自己对蒋唐真也是亲目已久 此来想去 徐悲鸿有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想法 悲鸿要带蒋唐真去日本 可是这种事情呢 不好开口 于是 菲鸿找了我帮忙 我呢 就趁蒋家父母不在的时候 去找了蒋唐真 朱先生跟我说 假如现在有一个人 要带你去国外 你去不去 他立即说 去啊 去 为什么不去 难道你还想等着扎家的人来允许我吗 1917年5月13日晚上 也就是扎家准备迎娶蒋唐真的前几天 在好友朱了周的安排下 蒋家父母外出听戏 那天晚上的戏很不错 蒋家父母听得很如神 可他们不知道 一场更大的戏正在家中上 他们的女儿蒋唐真 留下了一封绝别信后 急忙赶到码头与徐备红会合 踏上了开往日本的龙船 死奔